被股市洗礼过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亏损往往发生在提早下车 最稳当的投资方式就是找到一个好的标的 然后靠长期持有 抵消短期波动的潜在损失 但这套策略说来容易 执行起来却很困难 问题就要在如何选择持股 以及在市场动荡时 该怎么控制想要交易的冲动 大家好,我是老妮 爱阅读、喜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 古海老牛最新报警名单 赢过大盘20% 作者是知名投资人古海老牛 他在股市闯荡超过10年 文章受到各大媒体刊载 更重要的是 他的投资绩效远超过大盘 截至2023年11月 作者选出的个股名单 平均涨幅直比5成 以下就来介绍 他是如何建立投资组合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观念 想要在股市获利 没有一套适合每个人的必胜法则 至于有哪些常见的操作策略 可以从持有时间的长短来分类 持有最久的是长期投资 通常以计或年为单位 投资人要从基本面 也就是财报和产业研究报告 看出公司的实际价值 等股价跌到内在价值以下时买进 接着长期报警 就能从价差和股利获得报酬 持有时间第二长的是波段交易 通常以月和年为单位 投资人必须有办法找到股价的波峰和波股 以价差为主要获利来源 这套策略的技术要求很高 除了要会看基本面 还要了解线图和筹码 才能精准抓到进出场的点位 第三种策略是短线进出 持有时间以周围单位 由于要在短时间内决胜负 投资人大多会紧跟技术和筹码分析 并观察外资、主力和热门题材的动向 技术熟练的投资人能快速获利 但要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 最后要介绍的策略 是最刺激的当日冲销 持有时间以分钟为单位 高手会紧盯盘面波动 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比买卖 对技术、心理强度 甚至硬体设备的考验都相当高 作者估计当冲胜率几乎低于三成以下 新手惨赔的机会还要更高 至于投资人该选择哪种策略 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适不适合的问题 作者建议 一般投资人可以先研究长期投资和波段交易 短进短出和当冲则适合专业投机课 接着要进一步介绍作者本身的投资心法 以及投资组合的建立方式 书中把投资心法分成四个步骤 首先是依照自己的个性和需求 从刚才介绍的投资策略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操作方式 但这里要提醒大家 不需要死守某一种策略 可以用配置的方式 让投资组合同时拥有高波动 以及定存类型等不同标的 第二个步骤是要评估股价合理与否 依据不同类型的股票 会有不同的估价方式 老您后面会提大家详细说明 第三个步骤是在低于合理价时买股 书中提到一个重点 我们永远都买不到最便宜的股票 比较正确的心态是在股价相对便宜时买进 宁愿少赚也不要没赚到钱 最后则是观察持股 绩效稳定的股票可以报警 出现问题的则要处理 至于该如何卖股 书中提出三个秘诀 首先是设定获利乘数 当股价达到目标时就卖出一半 第二是假如有更好的标的 可以进行资金转换 最后是针对买错的股票 果断卖出止血 可能有朋友会想问 自己是投资小白 能不能得到更明确的建议 书中指出 配置以下四种标的可以达到安心报股的目的 这些标的分别是ETF 金融股 高直立率股 以及高升股 以下就来看看这些类股该如何操作 当前市面上的ETF 琳琳满目 虽然号称是最适合新手的商品 但老尼也听过不少朋友在ETF上赔钱 作者提醒我们 在买进之前要先了解ETF的成分股 最好不要受到景气循环影响 以免股力发放不稳定 此外新手通常会在意股价 但如果是长期投资 至少要熬个三年以上 更重要的是 如果只靠定期定额的方式买股 等到投资后期 会出现投资金额远低于资本规模的状况 打个比方 就像是把小石头丢到大水池 无法对整体收益带来足够影响 因此投资人要学会逢低加码买进 加速累积持股章数 前面有提到 投资的成败取决于买进的价位 以高股息ETF来说 最常见的估价方式为殖利率回推法 也就是参考标的近一年的股利 以及理想的殖利率 计算出股票的合理价位 以作者本身来说 它将殖利率6%当成合理价 7%则为便宜价 5%作为昂贵价的标准 这里简单试算一下 假设一档ETF的股利为1元 拿1元除以6%得到16.67 这就是合理的价位 除了ETF 金融股也深受台湾投资人喜爱 根据统计 台湾的金融股股东 总数超过600万人 对比开户数量 几乎每两个投资人就有一人持有金融股 过往老尼也跟大家介绍过 金融股的类型 以及官股和民营的差异 这里则要分享金融股的估价方式 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殖利率回推法 此外也有很多人会用本金笔来估价 本金笔的计算方式 是用股价除以每股净值 通常本金笔小于1 代表股价相对便宜 作者进一步发现 官股金融的本金笔 几乎都在1以上 反过来说 真的出现小于1的时候 便是进场的良机 还有一种方法是观察股票的本益笔 理论上本益笔越小 代表回本的时间越短 但金融股还隐藏其他美角 以受险类型的富邦金和国泰金来说 本益笔通常落在8到12倍 作者认为跌到10倍以下就可以考虑买进 但银行型的华南金和兆锋金 本益笔则在15到16倍左右 因此买点在14倍以下 书中建议 投资人可以交叉使用各种估价方式 找出金融股的最佳买点 看完ETF和金融股 接着要进入比较进阶的部分 高值利率类股和高升股 先以高值利率股来说 这种股票具有价值股的特性 通常不是市场上的大热门 而是基本面和营收表现良好的好公司 同时因为不被资金关注 背后筹码相对稳定 想要投资这类股票 必须留意它的安全边际 当内在价值远大于外在价格 才有投资的价值 就像股市中有句名言 好股票的前提是好价格 该如何锁定好价格 关键也在于股利 书中的计算方式 是用近五年的平均现金股利 乘以16、20和32三种倍数 分别算出便宜、合理与昂贵价 举例来说 营建大厂华固的股价 截至2023年11月10日为93.2元 近五年平均现金股利则为6.9元 拿6.9乘以16得到110.4为便宜价 因此93.2元的华固 可视为相对便宜的价位 但投资高持利率股票 会因为股价波动较小 对人性造成考验 因此可以搭配高升股 买进它未来的成长幅度 估价方式则要利用本亿笔合流图 这种图形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查到 适用不同的本亿笔倍数 画出与股价的关系 基本面强大的标的 合流图会出现稳定向上的形态 接着要观察股价在图形上的落点 每一种类型的股票 适合的本亿笔区间都不同 但我们可以评估各股的盈余数字 以及产业优势 定义出它的成长类型 其中稳健获利的企业 本亿笔通常介于8到12倍 获利成长的股票 则为12到16倍 假如是产业龙头 可以给出16到20倍的本亿笔 预期未来成长幅度巨大的明星股 区间则在20到24倍 但从这套估价法也可以看出 想要找出成长股并不容易 投资人可能因为判读错误 给出不适合的本亿笔区间 结果买到过高的价位 对于这个问题 这本《股海老牛》最新报警名单 赢过大盘20% 有提供作者的私藏个股名单 并列出营运获利绩效 以及股力表现 不知从哪只股票开始研究的投资人 可以从中找出研究方向 除此之外 书中还分享许多作者新生的投资经验 以及投资人在各种策略中 可能遭遇的陷阱 想要优化投资决策的朋友 欢迎跟老尼一起打开本书 提高持股的稳定报酬 规避潜在的亏损风险 尼不可理财 财不理你 老尼带你深思好书 欢迎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